7月8号,一只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在长沙展出了 看的观众挺多的,但是大伙的热情好像有点过头了 才展出了一个晚上,有人就发现这铅笔上布满了密密麻麻各种涂鸦 甚至还被贴上了小广告 长达24米的世界最大铅笔很吸引人的注意 然而在长沙展出仅仅过了一晚,它就成了这副样子 大铅笔上布满了各种某某到此一游的涂鸦 贴小广告的人也没有放过这个绝好的宣传机会 两张贷款的牛皮悬广告就贴在了显眼的位置 小广告很快就被工作人员清除 但是上面的涂鸦却一下子去不掉了 没有功德心吧,问你 我觉得不应该吧,因为摆在这里吧,画得乱七八糟的 不好看嘛,好奇嘛,觉得无聊,在上面画 世界最大铅笔在长沙共展出三天 8号是第一天展出 直到晚上9点,工作人员离开现场之前 铅笔上还没有什么涂鸦 一夜过后,上面却出现了上百个各种涂鸦 主办方介绍,最大铅笔已经在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武汉等城市顺利展出 后天将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主办方表示,这样的情况他们还是第一次碰到 在转到下个城市之前,会对铅笔笔身重新粉刷 主办方介绍,最大铅笔身重新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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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笔